110年全運會競技體操最後一天賽程 個人單上決賽今日登場 女子賽丁華田拿下二金一桶的成績 男子賽李志凱更在六項中 包辦三金一贏的好成績 連續兩天分別在成隊賽及全能賽 帶走金牌的丁華田 拿手項目平衡目穩穩奪下金牌 並在地板項目同樣獲得金牌的成績 今日在高低槓的項目發生失誤 所幸並無大礙並順利摘下銅牌 今天算是三天裡面我表現最好的一天 今天的高低槓算是 就沒有料成到 就是那個槓沒有弄好 所以我就滑出去了 但是後面在平衡目跟地板的時候 有稍微調整心情然後調整回來 全項目皆參與的李志凱分別在 鞍馬、跳馬以及地板項目抱走金牌 雙槓的項目也獲得銀牌的好成績 李志凱表示過去從未在連續三天的全運會中 保持良好的體能表現 這次的結果對於教練以及李志凱來說非常的滿意 其實我跟教練都滿開心的啦 六項不但成功了 那等於說對自己來說又挑戰了一個新的不可能 過去其實遇到全運會的連續賽事的時候 往往都是在最後的一天 就是狀況都很差 然後表現都很不好 那今天就是一個改變 李志凰扎鴻則在個人單項賽中 縮下吊盤與單槓兩面金牌 冬奧後深受矚目的洪元席也在雙槓項目 以14.375的高分拔得頭籌 魏北市再添一面金牌 尊耐TV新北報導